那个腿里头那块最好的一块肉 腿的肉也不一样 跟小孙子留着来 待会儿给它穿好 腿的肉 大家好 我是北平 秋天的美好 豆哥的视频 大家都非常喜欢看 今天这一集 更加的不容错过 今天是豆哥最后一次烤羊肉串 都说豆哥做的羊肉串好吃 咱们今天呢 就让他揭秘一下 他的腌制烤串的佐料 眼前的这位大哥呢 他和豆哥呢都是哥们 他呢喜欢羊鸟 你看您在这儿是公认的那个磨饭帐户 不可能 打的不了 就瞎吃瞎喝行 那老大姐不是说吗 都这么说 说您是磨饭帐户 瞎吃瞎我 就爱琢磨吃 因为老看 你得给家里做饭呀 那我不做饭行吗 谁做呀 哈哈哈 对吧 谁做呀 关键 对不对 关键你得有着做饭呀 对 都互相着 你看这皮股全都要正过来 所以不磨饭也不行是吧 那没办法 哈哈哈 他真饿呀 哈哈哈 这没得吃啊 是不是您从小就喜欢豆饭呀 对那没办法 从小就逼出来了 逼出来了 纯逼出来了 啊 你不做你怎么办 你不饿就好 啊你吃啊 吃饭啊 嗯 这面简单的 那我这会儿 真行啊您 嗯 这是哪一块肉啊 它也是那腿嘛 这腿啊 这腿这个 只不腿里头那块最好的一块肉 给小孙子留着来 哎 待会儿给它穿好 给它留 对不一肉 你看这个肉 包着丝 蒜着丝就是它 紧实 对 你要比我 我刚才跟你说半天嘛 我说要吃这蒜羊肉啊 你看你啊 就是这个位置啊 你就怎么着 你看就这样吧 嘿 你看看 这也是顺丝啊 顺丝 完之后 就这么大 这就一样的一个 或者再宽点啊 就是意思 你切就是 哦 明白 明白 哦 明白了 分着切 哦 明白了吧 明白了 嘿 咱会这两下呢 嘿 行啊 拜伪道 您知道了吧 就这么着 你看这肉 算上身体这么着 搁摊平了 搁冰箱里冷冻了 反正之后你切肉 就这切 切薄点 这是鲜肉 切完了这个隔盘得正好 正好是嘿 还真是 你看 嗯 是不是 嗯 切薄了就这样 好 好 知道了吧 嗯 你又要学一招呢 眼砸了我当时 眼砸了麻烦了 没事 眼砸了反正吃着也是肉 喝了这浩腿五斤 哎五斤 我觉得这今天这有点油了 哎我就买一斤吧 如果没有了我就买二斤 这老干这东西啊眼睛就是秤 哪还腰啊不用腰 一看这块油够了 对 不行再加一块 对 这个东西还用说呀 对比方说这个 哎这人家吃肥的了 哎我先两块肥的 对 回家睡觉去 回家睡觉 回家睡觉去 吃点筋 什么叫筋啊 好吃不吃 筋头麻脑 不能吃 不能听你的 听你的麻烦了 他们有时候就专门烤肉筋了 对 咱们有吃肉筋的 就是腰窝 就是腰窝啊 就是腰窝啊 他吃着 他吃着 脚不动啊 脚不动 怎么都脚不动 要不这东西烫火 好 吃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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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抽王 你看看啊 看见了吗 哦 可以 不一样了吧 建哥 它跟它没什么区别 哦 看似简单的切肉 穿肉 聊天 这个过程 实际上呢 充满了很多的生活智慧 包括 豆哥的为人 以及 他给小孙子流出来最好的那块肉 给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 您在这个过程中体会到了什么 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感谢您的点赞 关注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下一次再见吧 嗯 这里